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来到科学回忆录的时间了 这次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摆明要台长后悔 因为说这个内容又非常有神秘色彩 以及以我和台长拍了这么久 他应该非常有兴趣这类的题目 不过没办法 刚好在这个星期出来的新闻 也和科学上很重要的回忆有关 那我就忍不住了,拿来在这一集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人类曾经试过在1977年 发射航行者1号和2号这两个器件 企图脱离太阳系 实际上经历了现在40多年后的今天 这个航行者1号和2号已经越过了海王星 甚至冥王星的轨道 已经去到太阳系的边缘 那我们在以前的科学新知都有回顾过 这两个行者1号和2号的最新的近况 那甚至乎就是 虽然它越来越远,信号越来越弱 但是随着我们的接收信号能力越来越好 我们是继续能够保持到一个很有限度的沟通 接收到一些的资讯 而且我们也希望这个计划是可以尽量去继续延续下去 就不要说不见了这个航行者1号和2号就算了 那大家也都会听过 这个航行者1号和2号上面 是带着现在画面上看到这只金唱片 就是它就不只是一只唱片那么简单 就是一只金的碟 那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 我们现在就好像准备在这个浩瀚的宇宙海洋里面 是扔一个瓶,扔一个平中信 就是里面就承载着一些知识 就希望在遥远彼岸有缘人 就可以收取这个资讯来阅读一下 知道我们的存在 那当时Karl Sagan 这个非常之重要的科普界的人物 他也有参与究竟要放什么内容 在这只金碟里面 然后放上去给这个航行者1号和2号来载着呢 那大家都可能看过另外一幅图 就是它上面就会有一个裸体的男人女人 那这个图像其实都和现在我们这个金碟计划是曾几何时有关的 那这里又要数算了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正正是1977年航行者1号和2号 带了上太空的那个版本 在他先前说1970年代早期 其实有另外两个计划分别叫做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 他们也都带了这些金碟上去太空那里 虽然他这两个计划不是准备去超出这个太阳系 那在先锋10号那两个金碟上面 就有一个裸体的男女的图像在那里 但是很有趣 后来就因为有人投诉 就说有拿路成份 或者说这个1970年代 那在这个1977年代上去航行者1号和2号的那两个金碟上面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就不会有任何拿路成份在那里了 那其实这个计划呢 就还有后续的 其实看看现在这个画面上面这段这样的新闻介绍呢 其实呢 虽然我们未必再很快有另外一个航行者3号、4号 再尝试冲出这个太阳系以外 但是呢 去重新设计一下 究竟如果我想再重新去扔一次平中信 即是他说重新扔一次 发射一只金碟 给一个人造卫星带上去的时候 究竟新一个版本的金碟有什么内容 需要做什么更新呢 原来这个计划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 一直是由太空总署里面 其中一个叫JP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它既有它的主理火箭发射的部分 太空探索的部分 原来其中一个部分就是 它思考一下去編定一下 如何去制作下一个版本的这个金碟 放什么上去呢 原来这个计划是继续在进行的 稍后我会跟大家再更新一下 它们最新的动向 讲这些最新的东西之前就讲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很仔细地 尝试一下这个金碟的封面 其实如果大家以前也有玩过唱片 你也知道的 就是A-B-Sign 现在这支碟 它也有一个封套 有一个cover 然后里面有唱片像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个童心圆阳 圍着 当然那些信息就是 噸噸淡 分佈在圆形上 封面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其实是一个使用指南 他教你如何解读里面的内容 里面已经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内容 里面既有一些人在地球上生活的一些图像 一些的相片 其实主要就是既有不同种族的人的相片 也有大自然景色不同各种生物的相片 也会有 而另外也会录了55种不同语言的声音 在里面 然后也会介绍一些在人类文明里面 我们知道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一些很基础的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上的知识 包括我们已经 当时在1977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发现了这个DNA双螺旋结构 这些信息 其实都包罗了在 这个的 金碟里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金碟其实都可以叫做 尝试用一个最小的蝙蝠 来去概括一下 当时人类文明里面掌握到的知识是什么 以及当时很多 当时世界的一些风貌 你可以说就是掌握着 1970年代的一个snapshot 这些资讯放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需要有使用者指南 所以他们在风套的风面里面 其实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 是尽量不需要利用到 学习语言 纯粹是用一个图像画面 来希望 令到去撿到 这个金碟的另外一些外星生命 有智慧的那些生命 是了解到 其实是怎样去 读取里面的 一些的信息 在这里 又要解一解 原来 在这个画面的 比如 这个 碟的风套 那个 左上角 有个圆形 这些 他就其实解释到 你拆开里面的那只碟 你是需要 去透过 摆一个 好像唱片那些 唱头 去读取 资讯 那个摆的方法 就在这个 封面的 左上角 就表现出来 然后 读了出来 你会看到 那些信号 大约会是怎样呢 就在那个 封面的右上角 去读出来 然后也告诉你 如果你适当地 能够去 读取到里面的信号 不只是看到 上面那种 信号上上落的变化 而是懂得把那个信号 去再 用另外 去破译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的画面 而第一个的画面 将会就是一个圆形 这样 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一个 很企图用一个最小的 不用文字 纯粹用一个图像的方法 来告诉你 怎样 是可以读取 如果你读取正确的时候 会看到 就是一个这样的使用者指南 当然 只得这些 这样的 资讯 我觉得 他们当然也想过 但是 你要不用语言 不用文字的方法 去表达一个这么复杂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 一点都不简单 而且在那个唱片 风套上面 那个蝙蝠的面积 也都非常有限的时候 这个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 那好吧 在这个风套的下半 这些内容 又是怎么解释呢 其实就表现了 就是说 企图 说给这些 外星智慧听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那他就用了 我们这个 宇宙空间里面 其中 那14个 比较闪亮的 这些 宗旨星 你去 尝试去定位 就是我们的太阳 在哪里 因为这些讯号 我们相信 无论你去到天制 不同的角落 你都很容易辨别到 这些这样的 星体 那当然 就是 这个星体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图像 和真是最后 撿到 这个 金碟 那个外星智慧 他们是不是看到 同一个星图呢 就很视乎 这个唱片 最后走了多远 而最后呢 在这个 整个风套的右下角 那里呢 其实就表现到 我们对于元素 尤其是对于 轻元素 里面一些的 量子的状态 我们的形式 就是在这里呢 其实就 很反映到 就是说 我们人类文明 是 怎样建立了 我们对 时间和空间 和位置的观念 还有呢 也都在教你 怎样 尝试去 去理解这个图像 来去 读取 这个碟里面的 的资讯 那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 就是有小朋友 说哈佬啊 很多种不同的语言啊 就是 画面啊 这样 就会放了下去 就是 你可以想象 就是 这一个 很象心 独运的 这种 平中信 就是花这么多的工艺去做 其实很多时候 去满足了 这个人类 对于 就是 浩瀚宇宙的一种探索的好奇心 在里面 就是我们不会问有什么用 我们也都不会期待到不知道 什么时候 有人会收到的 往往就好像我们在住在 某一个地方 我们去幻想 彼岸有另外一些人会看到 就是希望他被了解 那我们就将那个信息 入到那个瓶那里 去扔出海里 看看他如何随波逐流 最后看看哪个 这样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说 要去求资 而是很多时 真的是一种很纯粹 由我们内心的好奇心 给出来一个探索 所以 到今时今日 原来 我们如果再想做一个新版本的金碟 这个计划 不是就这样 就完了 继续有进行 那好了 这里又要介绍一下 那究竟 现在的太空总署 他怎么样 准备 下一代的 这个金碟 是准备 给未来的 新一代的航行者 任务 去摆上去 在这里看到 有个这样的图 其实 由 太空总署的 JPL 这个 实验室 他已经是统筹 有个项目 你也可以找到 他们现在的最新进展 大家 尝试一下 如何去设计一下 下一代的这个金碟 会有什么 你可以想象到的 1977年 到现在 已经是2020年 都已经快来50年的时间 40多年了 我们在记录资讯的工艺 有很大的进步 你说如果 以前 我们就是唱片 灌录一些声音 是不是 后来我们有能力将影像 都放在一些碟状的物体上 就是说 LLD VCD Blu-ray 那类的东西 OK 能够放到的资讯密度 即密度提升了 放的资讯量 亦都可以是多了 更加不要说 有些不是碟状形状的东西 如果说 Flash memory 随便一只USB手指 你都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具体上 你怎样去设计到 另外一套的 使用指南 教识 那些外星智慧 怎样去读到 你那只USB手指里面的数据 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加坚拒的工作 如果你是希望他们 那个智慧 就是 高也好低也好 或者他们那个技术程度 高也好低也好 有什么 有什么 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来更加快读到资讯呢 在设计这个这样的金碟 就要考虑 有些平衡 那如果说内容 其实下一代的那个金碟的设计呢 其实正在内容 摆什么 进去 已经是 你会发觉 有一些的分别 在这个画面 这个图的 蓝色 那些 全部就是 舊有1977 那个版本 有兼顾的部分 比如说 封面 怎么设计呢 我们摆什么 相 当然 里面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地球里面 实质拍到的相 OK 然后就是说 那些相是关乎于 我们人类的文明 和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有动物的相 有人的相 亦都可能是有人类文明 都市的相 不同的人类建成的工程的 这些相 另外就是说 它本身是一个唱片的东西 它很擅长 就是灌入一些声音 所以也有声音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有能力再放到多些东西上去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想 那些影像 不仅是一些 静态的影像 可以是一些 不是拍摄相机拍到的东西 可能就是艺术的东西 我们放一些 人画的东西 一些图案上的东西 另外就是动画 更加重要 会不会已经是有短片可以看的呢 另外 关于 人 它 能够是 在人民世界里面的知识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建立 一套的系统 帮助 外星智慧来 学习我们的语言呢 比如说如果我想把那个 图片 或者是影像 去加多一些的描述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可不可以 教识这个外星的智慧 去学习我们 怎样去描述 一些的东西的呢 你写了一行英文 去描述那个的画面 没用的 人家怎样去了解 你那句的英文 上面其实是说什么呢 所以有些关于一些叫做 意员的 这些这样的 密码 同 我们背后的 Dictionary 我们的生字是怎样用 然后就是每一个 那些影像 它里面的意思 那个描述是怎样 我们都将会加上去 那你会看到 就是 至少 在那个资讯的量那里 和内容那里 我们还会丰富多很多 但是有个更加重要的 讯息 其实是没说的 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要更加要全面反映 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内容 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说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有什么 不只是那么简单 现在呢 他们的讨论里面 就更加准备了 在人类文明 一路去 就是 去运转的过程里面的起跌 如果跌的话 大家都知道 文明与文明之间 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冲突 甚至乎 人类文明是 和大自然相处之间 有没有犯的一些错 这些这样的事 就希望 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图像 记录下去 就是说 在哪一部分 可能是那些影片 记录 甚至乎 他那些记录 会不会记录 人类文明的历史 打过的 打过的战争 而那些战争里面 是运用到什么的科学 科技在里面 整个战争的模式 如何随着我们的 知识增长的演化 在这里 就企图 就放了一个 更加立体的 一个图像 来去等 未来的外星智慧 来发掘一下 人类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 就很有趣的 亦都 掀起了我们很多 对于 曾几何时 在那个 太空时代 对那个 太空探索的 好奇的回忆 关于这个 航行者 他制造了一个 新的金碟 这个计划 当然如果未来有进展 那我又会和大家 去讲一讲 在这里来说 就纯粹一个很简单的 讯息告诉大家 这个计划 不是就此 就是发射了上去就完 我们继续是有一些 企图 给一个新的进展 究竟下一步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去付诸实行 将我们新的版本 这个金碟 摆上去的太空 就很视乎 我们未来 有没有能力 去设计一个更加好的 推进器 令到我们可以 在更加短的时间之内 将 我们所需要 想 想送的知识 送出去太阳 是意外更远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这个 科学新知五节 包括这个科号 予议录 就录到这里 那我们下星期 继续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